为协助新学制学生根据他们的兴趣,搜寻本地不同院校的课程以规划未来的升学。 教育局与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共同开发了一个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,一导航,新学制多元出路。 一导航是一个课程搜寻工具,非常容易使用。 如果要搜寻课程,可以点击首页的搜寻课程键。 然后,你会看到上下栏目有不同的学习范畴和院校。 你可以选择你想搜寻的学习范畴和院校。 你也可以选择全部的学习范畴和院校,然后点击搜寻键。 之后,你会看到一个课程分类表。 分别显示公堂资助课程,资资课程,以及资历名册上课程的数目。 你可以点击相关的学士学位课程的数字, 或者高级文凭或副学士学位课程的数字。 然后,你就会看到相关的课程名单。 点击所要选择的课程名称,就可以看到课程详情。 同学们也可以使用关键字来搜寻课程。 点击右上角的关键字搜寻键。 输入你要搜寻的课程的关键字。 点击搜寻键,就可以找到你想搜寻的课程。 你也可以利用下面学习范畴与院校搜寻,来帮助你更仔细的搜寻课程。 如果你想储存所搜寻出来的课程, 首先要登入你的香港教育城账户。 然后重复之前的步骤,去找你搜寻的课程。 在底部你会看到,将课程储存到你的香港教育城账户的蓝色键。 点击这个键,就可以储存课程。 如果同学想浏览已储存的课程, 可以点击我所储存的课程键, 就可以浏览所有已储存的课程。 同学也可以输入你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, 来查看自己能不能符合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。 只要点击在课程名单页面顶端, 蓝色字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, 然后输入你的考试成绩。 跟着点击搜寻, 你就会看到课程名称左边打勾, 代表你的成绩符合这个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。 同学也可以储存你的成绩, 做日后查看之用。 但紧急, 此功能仅以学生所输入的成绩 与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做比较, 并不保证学生能获得有关院校取录。 所有资料只做参考用途。 除了搜寻课程资料外, 同学也可以不时浏览重要资料, 以了解更多关于多元出入的最新资讯。 现在E导航已经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式APP, 欢迎同学下载使用。 希望E导航能够提供有用的资讯, 帮助同学在信学之下, 规划未来的上学出路。